在台湾有八成上班族 660万人 都是外食 大家最常吃什么 便当 最多是超商的便当 因为我们的员工 因为我们的办公地方 是市中心 所以最方便就是超商 所以我看到今天这便当 我觉得已经够好了 超商的便当 被抽验结果是有三个 三高 第一个是高油 你看看 它鸡排 或者是炸鸡 什么排骨 通通还有鸡腿 通通都是用炸的 因为炸的好像可以放比较久 所以高油 另外高脂 你看它里面脂肪有多高 还有高钠 因为你知道超商的便当 很少蔬菜 它蔬菜只有几页 最多是酸菜 炸菜 泡菜 你就看铁路便当 就是这几菜 所以它里面的盐分非常高 数量非常高 超商便当 如果跟一般便当店的便当比起来的话 菜量还更少 更少 更少 其实我觉得外食族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晓得一天要吃多少量 对 你一整天都在外面吃 乱吃 一点概念都没有 那我今天来教大家一个 用自己的体重很简单 可以算出一整天的份量 就有一个我自己发明的 无视懒人餐盘 那像这边左边的话 如果你不喝牛奶的话 我们先来看 譬如说60公斤的人 那我譬如说就拿它除以10 就是6 然后每10公斤 可以吃半碗饭 等于60公斤的人 一整天可以吃到3碗饭 所以你中午一个便当的话 就是一碗饭 不要超过 然后如果说蛋白质类 就是豆鱼肉蛋类的话 你60公斤也就是吃6份 好 然后一份大概是超过3个手指头 所以你的中午的便当 就两份肉就够了 所以通常我们的便当都超过 然后再来看就是一个水果 水果通常都不会吃到 不会有啊 便当不会附水果 但是会附一些饮料 那更糟 更糟 对啊 就含糖饮料 所以我们大家现在都要吃 什么东西的 那水果一整天的份量 其实它跟我们吃的饭 是用一样的 一样是三份 可是水果装的要比较少 因为甜度比较高 好 那蔬菜也很好算 蔬菜你只要水果 算出来是几份的话 蔬菜永远比水果多一份 所以你的话 你蔬菜的话一整天 如果60公斤的人的话 大概就是3加1就是4份 在你眼中这些便当 都是不合格的吗 都不合格 对 那既然你这跟餐盘有关 直接夹给我们看 怎么样在一餐当中 刚说的是一天嘛 对 一整天 好 那我刚刚用我的那个 我来夹这个好了 排骨 这个炸的 炸的 这个看起来最贵 好香喔 那我们先来看那个 我刚刚讲不是说 那个全骨跟筋类 是一整天60公斤 又是13碗饭嘛 那中餐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吃一碗 对 那我们先来夹这个饭 饭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把它沉进来 陈博士 像饭太多 便当都有这个问题 饭太多容易导致哪些问题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想睡觉 没错 Gi值得怪 像我如果吃 假设这个便当给我吃的话 我这个饭大概吃两口而已 吃两口 那其他就要倒掉了 好浪费 尤其它是白米饭 如果它用糙米或五穀米 可能我可以多吃个几口 所以便当饭太多 会让人昏昏欲睡想太多 你看这个饭 我刚刚夹了差不多一碗饭 就超过60公斤盐 中餐的份量了 而且在便当里面还剩了很多 对 而且还有饭耶 饭 还有饭 然后刚刚就是想说 我是不是60公斤盐 吃六份 一整天 中餐大概只要两份就好 一份是这样子 那你这样比 就这样子 两块 其实这样就够了 所以它原本的炸鸡腿 它又多了 肉太多 那肉太多容易有什么问题呢 肉太多的话 如果蔬果不过的话 肉太多里面会有一个 叫铜瓣瓜氨酸 会导致血管一个永久性的伤害 但是如果身体的B群足够 就是蔬菜水果如果够的话呢 其实它会让它代谢成一个 无害的成分叫光流泥 所以大鱼大肉 肉類不是不能吃 而是要搭配适量的蔬果 对 所以蔬果就很重要啦 我们来看 到底能够夹出多少蔬菜 这个便当蔬菜 其实我刚刚讲说一份半 那其实都还不到一份 所以蔬菜太少 一份大概就是一碗 这样子的份量吗 对 差不多一碗 而且为了好吃 你看看 好油喔 对 很油 蔬菜一餐 好 差不多要吃 这样子 这样 你看 要一个半的便当耶 所以要去借偏龍的便当 来吃 蔬菜差不多要这样子一个半 然后肉其实只要这样就好了 而且那个肉的皮 我会把它拔掉 对 没有错 如果以这个食物餐盘的概念来看的话 这个便当呢 大家没办法还是得吃嘛 因为必须 除非自己带 不然就得买便当 但是就变成比较聪明的吃法 你知道你要挑选哪些 还有 你知道你缺的 接下来就要懂得补啦 到下一餐 包括你可能 水果要自己带 然后蔬菜下一餐 就得多吃一点 对 早期我在西雅图的诊所 用这个饮食 金字塔 告诉病人的时候 对几份几份 他们不了解 后来我就在2003年 发明了这个叫做食物试分法 他们就觉得很容易 例如说到底要吃几份 你就不用计算 用目测 例如说 蔬菜占餐盘的四分之一 水果占四分之一 蛋白质四分之一 澱粉四分之一 那这样子的话呢 而且我... 这样却很容易记得 对 差不多 而且我是强调 尽量是每一餐这么吃 但有人说那我水果吃不够 那你要额外带个巴拉 带个番茄什么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凡是只要吃 不是淀粉太多的人 他会想睡觉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很高度的怀疑 他是不是糖尿病的前期 如果他加上说 他的腰腹脂肪比较多的话 那几乎99.9% 他是糖尿病的前期 可是很多人都是吃完便当 就想睡觉啊 是啊 就五岁了 所以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台湾... 那为什么要五岁呢 而且高淀粉也会让人 除了说想睡觉 记忆力啊 反应力啊等等 都会变差 那如果以你自己 这个在外食 总有这样的机会吧 那你都怎么吃 还是你会多带点什么 我一定会带水果的 那对外面的食物 首先我那个饭 我大概... 观众说过大概吃两口而已 那外面的那些肉类的话 我是不会点油炸的 对 没有错 万一不得已真的要吃 我把皮剥掉 至于这个蔬菜 我个人还是有点怕怕 因为不是说蔬菜不好 而是他用的油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我如果可以的话 我点一个例如说 烫那个地瓜葉 烫青菜 然后叫他不要去淋 淋那些外面的油 不要淋 甚至偶尔 我自己会带个苦茶油 或橄榄油在身上 淋自己的家里带出来油 我会比较放弃 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养生 好 但劳力外食族呢 尤其他们整天在外面 要带着瓶瓶罐罐 又更难了 容易产生的一些健康问题 其实也很多 包括像三高 刚刚讲 其实因为都是吃这些高油脂 对 然后这些便当 所以其实很 最容易直接影响 就是脾胃的功能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 他们其实脾胃的功能 就很容易胃脏器 或是说打嗝胃酸 长期下来胃食道逆流 然后使得脂肠溃疡 胃溃疡 还有越油脂的东西 会造成胆 胎结石 或是胆囊脐肉的问题 或是胆囊发炎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那另外就是 我们刚刚讲 脾胃功能受到影响 中医讲是 脾是主韵化的 然后当没有办法 韵化功能受影响 它的湿气就会内生 那这种水湿 痰隐居气在我们体内 就会产生 刚刚说你们讲 那个疲倦的症状 就跟这个很有关系 而且因为 它们通常的肥胖 是在腹部 那其实这个 我们知道腰腹部的肥胖 跟代谢症候群 有很大关系 所以其实刚刚陈博士有提到 这些族群就是所谓的 不只是就是糖尿病 还有三高 高血压 高血脂 然后高尿酸血症 还有可能是脂肪肝 就是心血管疾病 跟肝胆疾病的高危险群 都是这个外食主要 特別注意的 原本都觉得说 它们好像劳力做比较多的 出比较多劳力 好像这些代谢会好一点 但并不是这样 没有 对 劳工朋友其实很辛苦 它们常常在烈日下工作 风吹日晒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脂外线可能会过多 会造成什么呢 身体里面的脂油肌偏多 又加上这个油炸物 然后蔬果可能吃得不够 所以它们身体很容易发炎 所以三高 例如说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其实都会导致血管的一些病变 那这些劳工朋友 我个人是强烈呼吁 它这个油炸的真的要小心 那那个蔬果量 尤其是新鲜的蔬果 真的要大量的摄取 然后把这个脂油肌 用这个所谓的维他命C 用一些植物生化素把它中和掉 可能比较不会衍生一些 三高的精神 对 而且劳工朋友 她们就觉得自己好像很辛苦了 很卖力 要味道一下 味道一下 所以就油炸的什么 控吧 她们都吃了 而且有的时候喝一大堆的提升 饮料还是含酒的 对 她们容易觉得自己很累 然后就喜欢喝什么B 什么B的那种 她们就在那里面很多B 其实没有错 她们是需要B群没有错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代谢酒精 就是把B群用掉了 所以她们等于 白芳一层 白芳一层抵消 白芳一层抵消 一群在蔬菜里面很多 对 所以她们就是喝酒 然后B群 然后这个 这B群是用来代谢酒精 所以就是那罐是没有用的 那到底要喝什么好呢 因为她们又必须要有精神 而且这么热耶 很多人就喝啤酒啦 或喝什么那些都不太好 好 所以这边可以介绍 那个劳工朋友 一个很养生的茶饮 叫做洛神橙皮茶 而且它也还满好喝的 好清爽的感觉 里面的材料有洛神 洛神如果用新鲜洛神的话 我们用三朵 如果用干燥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千 然后橙皮我们用两千 然后再来是黄芪用三千 然后霍香跟生甘草 我们用一千 那其实准备好之后很简单 把这药材准备好之后 我们其实只要洗干净 放进那个过滤袋里面 然后再把它装到 那个保温瓶里面 那保温瓶一般来说 我们用这个800cc的热开水 冲泡大概15到20分钟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药包袋捞起来之后 因为大家这种天气 不会喝热的 没有关系 你就放凉 放凉之后其实就可以喝 那这算凉茶吗 对 它算凉茶 因为这里面刚刚说洛神花 它是有清热 就是我们讲消暑清热 身经止渴的作用 所以其实夏天 大家都喜欢吃一些 就比较酸一点的味道 可以让我们口水分泌比较多 那另外全皮也是这样 你喜欢吃一些油腻的东西 很容易会胀气 对 消化不良 所以陈皮可以帮忙 另外用霍香 因为霍香可以去脾胃的湿热 所以像有时候 我们夏天很容易拉肚子 吃坏东西拉肚子 其实那个霍香可以帮助 另外我们用生干草 它可以清热退货 最后很重要就是 黄芪我们用三浅 因为这类的朋友 很容易耗气 耗体力 所以它其实补气 刚刚说补气提升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们用了三浅的黄芪 老公朋友真的很辛苦 尤其到了下午 会容易饿 这个时候如果又吃一大堆 葱油饼或什么 这个麻烦又来了 广告时候还要来看 如果是日夜轮班 这种族也非常辛苦 他们容易遇到哪些健康问题 要怎么样补足营养 稍后回来